三宣台风景特地区第三次通盘检讨公开说明会 11号下午将在成功证公所举行 希望让民众能够为三宣台的改善提出建言 前工镇长黄博昌表示说 白手联公墓已经清理干净了 在这次检讨会期间 建议县政府把白手联设为地井公园 打造一座拍照打卡的新热点 整个通盘检讨的区域 就是从我们这一个有发一个新号的这个部分的范围 从1月3号起到2月1号 河东县政府将针对三宣台风景区 进行第三次的通盘检讨会 在这段期间只要对三宣台的发展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向县府表达 在政工所内也会放置相关的文件 让前来的民众越南 而成功证公所也打算在这波的检讨会议当中 将取决整理好的白手联公墓 建议设立地井公园 整个三宣台风景特定期 是我们成功证未来在观光推动 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期望说在我们三宣台风景特定期里面的 一般保护期跟自然保护期 包括我们在三宣台那一块公墓的用地 现在已经整个企节搬迁完成 期望说在未来那一块一般保护期的用地 能够变为游乐区或者是公园立地 这样对未来整工证在观光的推动 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旧有的白手联公墓整理好之后 政工所希望能够在充分的讨论之下 将这块区域变成游客们拍照打卡的新热点 希望在那边未来就是有一个立地 然后有一个地景公园 让我们的观光客我们的游客 能够驻足在那里 观赏我们整个海岸线 我们平台太平洋的一个美景 然后成为一个打卡最主要的一个景点 而1月11号下午2点半开始 成功证公所的二楼礼堂 将办理三千台风景特定区的 第三次通盘检讨公开说明会 以及与民众们共同进行的座谈会 想让大家谈谈改善的构想 踊跃地提出建议 记者安歇伦 成功证报导